雙臂休旅車行駛在慢車道上 仔細看怎麼怪怪的 輪胎向右偏 整台車橫著走 還發出尖銳的摩擦聲 嚇得旁邊騎士閃躍靠邊停 先讓休旅車過 他應該是在耍特技吧 車子有問題就不要再開 叫人家來拖掉就好 這台車到底怎麼了 只見駕駛很堅持 方向燈一直閃 車身不停晃動 卻慢慢往前開 網友調侃有錢人任性飄移 是抱胎嗎 還是底盤出了問題 可能拉桿有斷了幾支 或者是在安裝的時候沒安裝好 車子會往左前方行駛 那駕駛它硬開 硬開它要把它往右拉的話 你就會拉扯 這台車的行進方向 專業技師推測 發生式底盤輪軸斷掉 而影片拍攝地點 在台中西屯 台灣大道 過安和路口出了量不少 專家建議 原警貨報到摩鐵被害男子 站在外面看到警察來了 憑憑用手指自己 像是在跟警方暗示求救 不知道什麼事情 你什麼關係 你沒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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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能調查會痛啊 一名犯嫌陪同被害人 要到附近超商領錢 心機詭異 警方破曝 這名被害人遭到仙人跳 台南永康這名男子 在網路交友軟體 認識一名未成年少女 男子借六千元給女網友 雙方借貸關係 男子提出可以以發生性行為還債 少女的朋友得知後 社局邀約男子在摩鐵見面 其他五名犯嫌 立刻到場毆打被害人 並要求被害人 要付二十萬元的和解金 遭到仙人跳 男子的姐姐 趕緊先匯五萬元 報警處理 警方獲報營救被害人 網路交友借錢催討 卻被社局仙人跳 還是得小心再小心 記者賴關章 台南采訪報導 派出所監視器拍下 一名身穿藍衣男子 看派出所內四下無人 竟然闖進所內 開始翻閱桌上文書 東翻西找 藍衣男子不斷翻閱 警方桌上各種公文書 甚至下一秒 還拿起手機拍照 到底是在幹嘛 民眾各資外泄了嗎 過程全被監視器畫面 錄了下來 這個行為很隨便 而且會涉及一些 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機密 任意闖進去 真的這個行為不可去 無姓男子翻閱公文地點 居然是交通分隊辦公室 他趁著夜間警力少 又和交通分隊小隊長關係好 大搖大擺 直接打開公文書 還拿手機翻拍 而且不止第一次 他影片經查 因為一年多前的資料 有人舉將通知 無姓男子 及黃信小隊長 前來說明 深夜民眾闖進派出所 翻閱桌上資料 翻東翻西 甚至還拿起手機拍照 行進已經妨礙公務 違法若屬時 將會依法送辦 淨晨一部轎車 鬼祟開到自助洗車場 車上下來一名男子 跑到投臂機 東摸西摸 當場敲開投臂機 搜刮裡頭的零錢 他先是一點多來一次 後來疑似時隨之位 四點多又來一次 這次先洗車 觀察沒人後 以同樣手法 再敲開另一格投臂機 不僅如此 男子還偷了打氣表 畫面全被監視器拍下 拿樓式旗子 從這裡把它敲開 可能缺錢吧 制法在彰化秀水 店家估算 光設備回損就三千多元 再加上投幣機裡的錢 損失一共一萬多元 原本店家公開影像 判男子良心發現 主動還錢 但等了好幾天 沒消沒息 因此報警 在25號完成報案 已經準備要通知他到案 店家發現男子行竊時 開的居然還是名車 警方目前已經鎖定目標 要將人追查到案 依竊到罪頌辦 記者陳盛偉 陳果然王世函 彰化採訪報導 救護車載著傷患 鳴笛經過路口 前方一台雙載機車 卻突然左切 救護車機車 差一點點就要撞上 開車的隊員 嚇出一身冷汗 原本緩慢靠邊行駛的機車 依四是在看導航指引 發現自己騎的方向不對 突如其來 像切西瓜一樣橫過馬路 差一點點就要撞到他 大概距離不到50公分吧 然後想說 如果撞到可能就要 請另外一台救護車來協助 車外沒有撞上 但車內的隊員 卻因為車子的擊殺頓挫 整個人從椅子上跌落 策划一下這樣 而且剛好在我在 上兩星面照的時候 還好沒有戳到患者 這台救護車 當時是到草屯支援救護案件 車上在一隻患者 差一點點就要撞上 切西瓜的機車 抓狂就罵他 太危險了 這種動作怎麼可以這樣 雙載機車貪吐方便 切西瓜橫過馬路 差點害自己被撞 也險些連累 救護車的隊員跟患者 接著我們下載右邊 將警察南投採訪報導